这是小猪佩奇 她穿着航天服 这是头盔 给佩奇戴上 戴好了 现在是宇航员小猪佩奇 接下来我们要拼装航天火箭 这是火箭的底座 装上操作台 给它固定好 然后来安装火箭的两翼 安装好了 还有火箭的尾巴 再装上火箭头 快要拼装好了 这是方向盘 装上 还有座位 好了 佩奇来驾驶火箭咯 准备起飞了 佩奇要坐好哦 出发 到达目的地 佩奇下来 火箭在这里放好 这是探测电脑 佩奇 佩奇要来 检查工作 检查好了 装上探测雷达 佩奇 佩奇要来开启三球仪 开启完毕 再来拼装 再来拼装一辆探测车 这是探测车的底座 装上车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探测车 拼装完成 佩奇来驾驶探测车 要转车头 哎呀 佩奇可要坐稳了 出发咯 到达勘探区 下车准备去看看 再来拼装一个卫星 开始拼装咯 拼装完成 佩奇要把卫星放上太空 第一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 会是什么呢 哦 是猪妈妈 猪妈妈要去医院 再来看第二个格子 哇 是可爱的小雪人 小雪人 小雪人来和佩奇一起玩 拆开第三个格子 是一个滑雪板 让乔治来玩滑雪板 去滑雪咯 去滑雪咯 第四个格子是什么呢 是一把吉他 哇 小马佩德罗来弹吉他 看看第五个格子 是一个雪橇 猪妈妈来做雪橇 出发咯 第六个格子 哇 是一个望远镜 乔治来玩望远镜 第七个格子 是我们的猪爸爸 猪爸爸也来到了医院 第八个格子 是什么呢 是小熊娃娃 哇 给佩奇玩 第九个格子 是一棵圣诞树哦 给猪爸爸吧 第十个格子 也是一个雪橇 让猪爸爸来做雪橇 第十一个格子 是我们的小猪乔治 乔治出来玩喽 第十二个格子 是圣诞礼物耶 送给佩奇吧 看看第十三个格子 是玩具火车 是玩具火车 给佩奇玩 第十四个格子 是一艘轮船 第十五个格子 是一辆自行车 陶治来骑自行车 小心点哦 佩德罗过来啦 给他玩轮船吧 第十六个格子 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第十七个格子 是喝茶用的东西 佩奇 佩奇过来啦 喝点下午茶吧 再拆开第十八个格子 是一只骨 乔治过来啦 让乔治打鼓吧 第十九个格子 也是一辆自行车 佩奇来骑自行车 出发咯 第二十个格子啦 是一个玩具小屋 给佩奇玩吧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天天的飞机卡车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的狗狗天天 让天天坐回驾驶位 关好驾驶舱 再打开车厢 这架是天天的小飞机 这架是天天的小飞机 好 返回车厢 返回车厢 天天来到了监测台 不 发现有情况 打开驾驶舱 天天坐进来 再关闭车厢 再关闭车厢 展开车厢 展开车厢 天天出发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阿奇的警用卡车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狗狗阿奇 再打开车厢 装上炮弹 发射 再发射一次 阿奇过来监测台 发现有情况 准备出发 打开驾驶室 阿奇坐进来 关闭车厢 阿奇出发 阿奇出发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路马的卡车 卡车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狗狗路马坐进来 再关好 打开车厢 这是钓钩 这是一条金鱼 哇 啊 把金鱼钓回车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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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关闭车厢 车厢 路马要去运送金鱼了 收回车厢 出发 拆开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毛毛的消防车 消防车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打开驾驶室 让毛毛来驾驶消防车 拉出车厢 拉出车厢 打开车厢 这是水弹 不 指向堆着火了 毛毛快去救火吧 毛毛来到发射台 安装水弹 发射 我没扑灭 再发射一次 还是没有扑灭 毛毛说 那我们得用喷水枪了 开始喷水 我扑灭了 毛毛可以回去 打开驾驶室 毛毛上来吧 关好车销 收回车身 出发喽 最后 最后拆开第五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小绿的工程卡车 同样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这是汪汪 这是汪汪队 狗狗小绿 打开车厢 这是钓塔 小绿来工作了 我们又捉到了一只小鲸鱼 把小鲸鱼勾在钓钩上 旋转钓塔 放好小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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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绿要去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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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鲸鱼放在这里 OK 收好钓塔 关闭车厢 小绿坐回驾驶室 出发咯 这有两只小熊 粉色和棕色的 打开门 打开门 让棕色小熊进去 粉色小熊也进去 关门 开始跳舞咯 跳完啦 棕色小熊出来 粉色小熊也出来 放好门 放好门 摆一张椅子 让棕色小熊坐上椅子 再摆上书桌 棕色小熊要学习咯 这是一辆三轮玩具车 放这里 放这里 粉色小熊来玩 掉头 出发 棕色小熊 来玩 跳跳板咯 真好玩 粉色小熊来玩铃铛 棕色小熊 棕色小熊来坐小飞机 下来咯 这个是拖拉机的车头 这是一节车厢 可以用来装货物 接上去 吊转车头 出发咯 这是一辆搅拌车 这里可以搅拌混凝土 然后倒出来 搅拌车出发 这是一辆搅拌车 后面的车厢可以这样卸货 搅拌车准备出发 这是一辆多用途工程车 前面是一个铁铲 后面有一个挖斗 工程车出发咯 左边的是猪妈妈 右边的是小猪佩奇 这是一辆购物车 这是货架 这是收银台 看看冰柜 哇 里面有奶酪和玉米棒 在货架上摆好生菜 胡萝卜 西红柿 雪糕 打开冰箱 打开冰箱 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猪妈妈开始上班咯 佩奇过来买东西了 佩奇要拿生菜 无萝卜 无萝卜 先放在收银台 打开冰箱 佩奇还要拿西瓜 拿好了 来 佩奇 佩奇过来结账了 猪妈妈把东西推到购物车里 佩奇来推购物车回家喽 小兔 瑞贝卡也来买东西 她要拿她喜欢吃的胡萝卜 还有西红柿 先放在收银台 瑞贝卡还要来冰箱里拿奶酪 拿好了 过来结账喽 放好购物车 结完账了 瑞贝卡 瑞贝卡把购物车推回家喽 乔治也来买吃的 她穿着恐龙服 乔治拿了一盒雪糕 先放在收银台 再来冰箱里拿点玉米棒 再来冰箱里拿点玉米棒 拿好了 放好购物车 开始结账 结完账了 乔治要推购物车回家喽 游轮要出发喽 打开门 从这边通过 这里有宝箱 还有大章鱼 游轮悄咪咪的驶过去 不要被章鱼发现 游轮被一道闸门挡住了路 打开闸门 游轮通过了 打开第二道闸门 前进 再打开第三道闸门 最后一道闸门也打开 游轮出来了 这有一只鲸鱼 鲸鱼 鲸鱼 角的水面一直在波动 游轮悄悄的过去 吊塔把油门吊过来 旅程结束了 这是一座升降桥 小鸭子过桥喽 再把桥 再把桥升起来 这是抽水机 用来给华提供水的 小鸭子来了 开始抽水 让小鸭子滑下去 小鸭子滑下来了 再来玩钓鱼游戏咯 钓到了 是一只绿色的鳄鱼 继续钓 成功了 是一条粉色的鲤鱼 第三个会钓到什么呢 上钩了 是一只绿色的鸭子 继续钓咯 这次钓到的是油轮模型 再钓一次 钓到了 是一只粉色的章鱼 这是狗狗灰灰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红色的 它有一对翅膀 按下按钮 扇动翅膀 这里是座位 这是汪汪队的小狗 灰灰 灰灰身上穿着磁铁装甲 灰灰灰 灰灰要去驾驶飞龙了 坐上座位 起飞咯 来看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是狗狗阿琪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黄色的 这是飞龙的翅膀 按下按钮 扇动翅膀 这里是座位 这是汪汪队狗狗阿琪 阿琪身上也穿着磁铁装甲 阿琪出发去驾驶飞龙了 坐上座位 起飞龙 再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这是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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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身上穿着磁铁装甲 毛毛要去执行任务了 我来驾驶飞龙 准备起飞 再看最后一个玩具盒子 这是汪汪队狗狗小丽 小丽身上穿了黄色的磁铁装甲 这是小丽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紫色的 这是飞龙的翅膀 让小丽来驾驶飞龙 飞龙出发执行任务 准备起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